国民团结部长纳多哈利玛表示 农历新年标准周围程序将会在明天公布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东方快宣Live 时辉函 华人农历新年距今只剩下不到两周 根据新报的报导 国民团结部长纳多哈利玛表示 农历新年标准周围程序将会在明天公布 那早前卫生部长凯里就曾经表示 农历新年期间允许小型的聚餐 也不会落实跨州的禁令 但是并没有公布详情 因此正在准备过年的观众朋友 明天记得留守东方日报面子书 以获知新年标准周围程序 南北大道在本月15日 启用无线设评系统RFID以来 多个收费站出现塞车的情况 引起民怨沸腾 不少驾驶人士前往南北大道公司 面子书专业流言抨击 导致该专业一度关闭了流言的功能 直到今天早上7点才重新恢复 不过截至今早10点 由于网民的不满声浪 淹没面子书专业的流言区 结果南北大道公司 面子书又再次紧急关闭流言功能 有网民就调侃专业管理员 表示聪明人应该多听取建议和抱怨 关闭流言功能的行为非常幼稚 也有网民要求改善RFID的服务 不要对高速公路的使用者 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南北大道公司承认RFID系统有落点 无法良好的运作 导致昨天数个 南北大道收费站出现拥堵的情况 如今公司已增加收费站人员 以协助疏通RFID车道的交通秩序 如果RFID车道使用者 面对无法识别的状况时 收费站的员工将在现场使用移动设备 为车主进行扫描RFID的标签 那如果还是无法识别 车主将会获得一张优惠券 到邻近的Touch & Go中心进行全面测试 如果RFID标签在测试后仍然存在问题 Touch & Go中心将免费更换RFID标签 那即今天下午在面子书针对RFID课题提出质疑 并贴出一张Shopee网站出售RFID贴纸 只需要3令吉13仙的照片 询问为何一张成本低于1令吉的贴纸 最后需要卖到35令吉 另外他也问到 一旦收费上全面使用RFID系统 那南北大道或一触系统公司 是否能够给予金明卡仪器 也就是Smart Tech的用户提供回扣 那即在面子书发文一小时 就获得过万的网民点赞 总共有超过2000个留言 以及上千次的分享 也有不少网民留言 感谢前首相提出他们心中的疑问 三名国会特别领选委员会成员批评 反贪会首席专员阿赞巴基 拒绝国会传照 而国会领委会主席 也因为他而展延听证会 这种开启先例的做法 可能将让公众人物 日后也拒绝国会的传照 因此明天的听证会 应该要按时举行 三名召开线上记者会的 国会特别领选委员会成员 包括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邱培栋 亚比国会议员陈鸿坚 以及人民公正党市赖阳国会议员梁子坚 邱培栋称阿赞巴基是何许人 凭什么可以拒绝国会的传照 而国会领选委员会主席 为何要因为阿赞巴基拒绝出席 以及因他给出的理由 就展延听证会呢 俄良之间也补充说 召开关于阿赞巴基超额持股的听证会 是非常重要的 这让特别领选委员会成员 有机会讨论阿赞巴基的问题 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抨击 国民团结部所制定的 大宝僧节庆典标准这些程序 已经进一步削弱了 印译社区对政府的信任 沙拉瓦南也是国大党属理主席 她今天在黑风洞参与 大宝僧节庆典后 发表了激昂的演讲 她指出人民的不满 是导致国阵在2018年大选落败的原因 她说有些人问她 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 可以在博威年购物商场逛街 但在黑风洞大宝僧节的参与人数却有限 并表示政府正在失去印译社群的信任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官兵确诊病例新增3245宗 全国里计确诊病例达2813934宗 以色列出部研究结果显示 注射第四季新冠肺炎疫苗 会使人体的抗体数量比注射第三季还多 但恐怕还是不足以预防 感染新冠肺炎变种病毒Omicron 这是全球首个关于接种第四季疫苗的研究 有关结果只属于初步性质 并不是正式的结果 那以色列上个月就开始为高危的族群 接种第四季疫苗 是全球首批提供这项安排的国家 另外莫德纳首席执行员班塞尔表示 针对Omicron的疫苗将进入临床实验阶段 希望能在3月之前监管机构分享数据 以制定下一步的行动 此外莫德纳也正在开发一种同时对抗新冠 流感以及呼吸道融合病毒的三合一疫苗加强剂 预计2023年秋天上市 目标是要让民众一年追加一剂即可 阿富汗西部17日发生规模5.3级地震 已造成至少26人上升 数百栋房屋被毁 根据中央社引述外媒报导 阿富汗西部巴德吉斯省发言人沙瓦里表示 省内卡迪斯区民房屋顶崩塌 造成人命的损失 他说在地震来袭时 死亡的26人中包括5名妇女和4名儿童 另有4人受伤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明天也请继续留守东方Question Live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